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近来因第一果菜市场改建案炒得沸沸扬扬 台北市议员周白亚发现 市府送交易会的第一果菜市场总结报告书和回文 数字都不拢 看得雾傻傻 同一个停车场有二种版本的楼地板面积数字 拍卖场的电动车鞋坡道面积增加为4265平 等同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的7.7倍 为何增加这么多 令人不解 对于相关数据疑问 议长无比猪下午在议会大会才是 要求北市府下周一提出完整数据 北市公务局长彭震生承诺会按时提供最终版改建案资料 周白亚说 一样都是106年11月核定的改建案版本 但同一个停车场却有二种版本的楼地板面积数字 总结报告书不含公社是8.4万平方公尺 但是市场处腾超的版本 突然变成停车场含公社却只有7.4万平方公尺 另外 拍卖场的电动车鞋坡道面积 从106年11月的4000平方公尺降为107年3月的3000平方公尺 约907平 但才过了4个月 107年7月又增加了4倍到1.41万平方公尺 增加了约4265平 等同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的7.7倍 为何增加这么多 理由是什么 公务局和市场处表示会在下周一提供议员资料并说明 台北市第一果菜市场 记者陈正兴摄影 分享